將這個 居家隔離跟居家檢疫 在隔離或檢疫期滿前 第10天的採檢都改為快篩 那昨天入境航班的篩檢結果 昨天總共有 11個航班 那有篩檢了1040個這個實際的一個人數 那陽性數有30 那陽性率是2.88% 另外今天上午有3個航班 那到達人數有256人 那陽性人數有1人 那所以陽性率是0.39% 所以到今年的1月1號到4月11號 我們總共的本土 病例是4415例 那昨天並沒有新增加的 中重症的一個人數 所以我們的輕症跟無症狀的 的部分 目前是99.66% 那另外中重症的就是0.33% 那 另外就是因為近期的一個本土疫情的升溫 那我們為了要加速居家隔離跟居家檢疫的一個 檢測的結果 我們會 以進行這個相關的防治策略 那現在因為我們的家用快篩事實上 它的 特異性高達99% 所以對於這個有傳染力的一個個案有高度的 鑑別力 所以而且它可以自行操作 所以我們會即日起就是 將這個居家隔離跟居家檢疫 在隔離或 檢疫期滿前 第10天的採檢 都改為快篩 那也就是說 在居家隔離期間 除了這個 第一次 就是dailing的時候會有一次的PCR 那再來就是第5到第7期間有一個快篩 一次 那第10天的PCR改成快篩 那另外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在第2天跟第4天也都是用快篩 那居家檢疫的部分 原來是在第0天是做PCR的一個檢測 那這個也是不便 那我們原來是第3天 第5天 第7天是做快篩 那我們現在把第7天的快篩移到這個第10天 第10天來做 所以原來的第10天的PCR就 那還是改第2天跟第4天 在自主健康管理的時候再做一次快篩